這個芹菜籠要怎樣 用油加濕肥 聽一個傳媒說 芹菜籠需要比較多量的肥 這麼油 所以在開大生 你們要漏什麼樣的肥 老師來 請教一下 這個肥比較多 比較油 其實這句話 可能你要有一個有所保留 當然肥不夠 它就比較粗 因為芹菜籠就是讓它淡肥的淡肥的量 會稍微多一點點 稍微有多一點點的量 但是你如果是控制後不好 它就怎樣就溫落了 淡肥就整個都只是這種 這樣也不行 一般來說 我們在漏肥 西肥的節 這個當中 我們一定要稍微注意好處 一定要配合除了淡肥以外 一定要注意甲肥 大概在財肥裡面 一般最重要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種芹菜籠 都在比較涼的一種 就是說它稍微比較涼爽的天氣 所以你要給它好吃的時候 實際上是什麼樣的 實際上是給它一點這種硝酸泰淡 洗漲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不再 因為它比較怕熱 你如果沒有蓋 你一定會比較容易 說沒有遮音 有時候它的硝酸泰淡 它就很容易缺鈣 比較容易操心 操心它在大起來就比較沒有 這樣好 所以一般來說是這個特例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在用這種肥料的時候 剛才說到就是這個補鈣 補鈣 那麼相當的一個重要 相當的重要 可以配合一些這些人來營 應該就是說 最主要是這個硝酸泰淡 因為芹菜還有一個很大的特性 芹菜籠也是一樣 那麼他這個比較薄 非常薄薄的一種做物 所以通常給它一個 比較薄薄 薄薄薄 吃倒 比方說你在喝的時候 可以太少 一般來說一塊就是 五工 藏5公斤 再浸6公斤 這個是一週裡面5到6公斤 是一個最適合 譬如說你用的肥料可以用一號五號 稍微做一個 因為金菜夾的需求量其實很高 因為那個肚子不會漂亮 這不是只有淡手就有辦法來處理 那麼因為我們要愛的是他的農 金菜說 所以你通常就是他的一個地方應該是算他的一個月餅 他講的應該是算那不是金 他的金在那個房間的地方 他通常跟這個散化科的胡蘿蔔是一樣的 那是月餅 它去滾 它去冠 所以我們在營的時候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肚子適當 太過頭肝肝 因為他做比較早的時候就太強光 強光的時候 他的金菜 那麼他的意志一生長 他就是他的肥子就比較不容易 那個籠子就揉不起來 他就會這樣騙一騙 他會騙開 比較容易往橫向去發展 那你如果稍微把他的遮音 變成在財壁裡面 所以我們在做金菜 稍微把他抹一抹一抹 他就會跳得比較長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要那個骨 讓他可以跳得更長 這樣起來會繼續有的 如果你配合這種適當的鴿肥 他就不會太過頭軟 但是他會起來 一直去講 他就會繼續插 這個大概大概是這樣的 一個這種肥肥的一個 一個官吏的一個模式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用油的時候 大概在漲 可能小漲的時候 比較要緊 小漲那個時候 他知道很容易騙去 很容易會騙去 所以有一個利呼病 所以一般通常我們的 有的人會用這種肥肥去改善 金菜圓的 因為他很千斤 你要知道 他很千斤 所以一定要注意到 就是這個肥不可以下膽 你一定要不可以下膽 可以下膽 這個效果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肥肥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這個 這個肥肥的肥肥的肥肥的肥肥 這個肥肥的肥肥的肥肥 大概是這樣 那麼在肥肥的肥肥 因為他比較容易 有一些這個夜半病 陸菌病 陸菌病 老睡肥肥的肥肥肥肥 那麼長頭那些有肥肥肥 他那些肥肥肥的肥肥肥 所以我們用肥肥的肥肥肥 這個肥肥肥的肥肥肥 我們就把它處理掉 再來就是 一些 一些 連胞菌引起的一個圍條皮 你可以用殉狀腰包感菌 拿著來做一個乙虹 另外因為他的病害不少 病害不少 乙虹肉粥 甚至落後的時候 他有疫病 所以癱瘀病和疫病都會對 用的藥到差不多 並說在拖廠裡面 三佛民和德克利 三佛民本來對疫病就好 所以你大概正常的節節管理 我是建議你可以去參考 台南苦農和改良中 所經理的一個金材 白糖尼風提的節節 有這個推薦用藥 大概就是那一些 綜合共和無緣期 你去看看 大概就是剩那一堂贏而已 沒什麼比較特別的 這個藥糖給你用 大體上是這樣的 那麼金材 尤其是金材農 我們通常在 北京這隻家 他會去跟他 要先吃之前 這差不多兩三禮拜 這最慢大概三個禮拜 他們都會去跟他 轉這張 GA3 去跟他撒 去跟他 稍微跟他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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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長一點 這個可以 去提高到他的 這個品質 但是最重要 這些東西就是要適當的折因 這個人老這個部分 大概是最容易 因為這個金材 他不能太軟 所以如果是隔溫的時候 他就行動不了 你如果是種比較窄 他就比較容易缺鈣 所以社長 社長的補鈣 那麼這個 這個最大的要緊 這大概是我們 在這個財布的 這種金材農 可能要去注意一下 大家比較喜歡 負擬的記者 在哪裡 那麼有的人說 阿甘 這什麼肥 要得到這個 我們那個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的基質 就是這個千斤 人肉這個 補肥 人肉要吃熱 那麼這大體上 是一種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做法 大概是這個 得利 那麼 在我們在 正的 並說你用的 這個 這個 這個背料裡面 這大概最重要的 一個 這個 所在 那麼 就是說 因為 他很肯 寄連作 所以 通常 如果我們說 在這個 對 他就 比較容易 有這種 你如果 繼續連作 他就有這種 連包菌 這種 大概 這個問題 就會很容易 來 發生 所以 這個大概 是 一定要注意到 非常 忌諱 忌諱 連作 障礙 大概是 得利 至於這個背料 我們在營的時候 一般通常就是 淡肥比較高一點 沒有錯 這一般都 在營的 大概都一盒 五盒 這若是比較小 要讓他 比較縮一點 通常我們 用這個 一盒 用五盒 如果到 你後面買去 他的行動 一個改端 這 要加速他的行動 可能你會去 營比較高的 一個淡肥 用到一盒 甚至有的人 會用到 這個 但是你的技術 就是這個 薄肥 金材千斤 那麼 你如果是可以 適當的 去配合 一種 這個 起來 效果就會特別的好 這大概是 這個 得利 這讓你先做一個參考 那麼 金材可以來 用的 這個油 這 一般來說 沒有很多 所以你要 稍微注意一下 你說 就要 比較適當的 這個肥 就是要配合遮音 如果 我們日常比較快 還是怎麼 適當的 那麼 他當然就比較適當 那麼 那麼 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磷你应的这些肥料尽容 磷不要太胃肠肝 配合这种磷在荣林郡 放在肚子里 给他吃应该就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了 那么大体上是这样的 这些情形可以让我们好朋友 先做这些参考